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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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也是各位來賓 各位記者 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 今天台灣交易協會 舉辦 振興台灣記者交易的記者會 那我首先呢 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來賓 跟女團員 首先呢 我們今天的來賓 是我們教育部的紀律師 然後方安 副市長 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有三位女團人 那我就一張信心理化的分析 第一位是 真理大學 曾立福助理教授 曾教授 第二位是 台南大學 黃世斗 顧校長 大家好 第三位是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奈正昌 奈校長 奈校長 大家好 我想 今天呢 在台南教會館 辦 其實呢 算是第二次有關 技術教育的這個記者會 那麼 今天最不一樣的目的 當然是說 我們 教育協會呢 離出的 一份 是一個 台灣技術教育的改革建議書 想要 最重要是 要是 我們教育部參考 那 我講 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說 其實政府推動這個神靈國教 對產業界 破切需要的人才來嚴 然後呢 關係最多是 家庭未來生技術 技術教育呢 其實呢 在處理上 在神靈國民教育這個 推動過程度 其實常常我們講的是 是做兵零的處理 那當然呢 目前在教育部是確認的 在高級教育部分是免費的 可是呢 對於這個所謂的這個 路德奔發方式 其實呢 某種程度 其實直接演習這個高中的這個方式 沒有特別的考驗 那麼 對於這個 台灣這個技術教育 未來的這個 推動的方向 實際的做法 以及可預期的成效 其實 從這個 書面上 我們看著 大概都沒有什麼規劃 那其實呢 教育協會在 今年3月和9日 其實呢 在你法院呢 大概有公經會 就與這個我們的家長團體 教師團體 產業團體 共同的 來 來 那時候 那時候是希望在 十二零國家 討論的風潮裡面呢 可以喚起 我們各界 來關心這個 重大的 政治交易的政策 不過真的很可惜啊 我們看 這幾個月來 對於十二零國家 不斷的爭議跟便利 當中 其實我們全民 其實陷入呢 環繞在什麼 就是同分地區啦 都是特色教生啊 學會排庫啊 這種特殊立體的整理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教育協會經過我們公經會以後 其實廣益 然後呢 也 所以我們在會內 我們整個這個 我們會員們呢 努力啊 對於上次公民會裡面 專家選擇 對於 技術教育的這個意見整理啊 為今天所呈現的建議區 那 基本上也提供 我們的職務機關 主要是我們教育部呢 以及我們各界的選擇來參考 那麼最主要的是 我們是期盼啊 能夠恢復這個 技術教育應該有重要性啊 好 那我們也請這個 主管機關呢 能夠緊急的 明定這個配套的政策 承證台灣的這個建議 所以今天啊 我們在這個 建議書裡面呢 台灣家庭學會提出 五點的建議啊 那 第一點的話 是要有積極的改變 行事這個 技術教育是次等教育的 錯誤的任務 第二個 我們應該要 要增加實質的誘因啊 提高學生就讀 技職學校的意願 第三個啊 我們要廣納 業界 勞動者 學校人 關係的意見啊 積極改善這個學用挪穿 第四個啊 我們要 重新檢視 學校的評鑑制度啊 技職的評鑑呢 應該以產業來密切地結合 第五點呢 應該成立這個 行政面層級的人才策略會議 因應未來的產業轉型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 我想請上位 團人呢 就各個重點呢 來向你們做的 來公明 那 第一位我想請這個 臺北商業基督學院的 耐司探教校長 來說明信 請耐教掌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